孩子 三孩子 在大城的工作不容易 好好干 找个好工作 吃苦受罪是自然的 因为不吃亏都长不了剑子 爸爸也从那时候来的 希望你能找一个好的工作 这是由父亲该说的话 特别感动 特别好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 对你儿子说的那番话 你的大城是不容易 吃过亏才如何如何 您在这么多年 吃的最大的亏是什么 吃大亏 没文化呗 因为我都没文化 我又写了一首大游诗 是这样写的 我给大家听 说生在市场做人难 一代一代往下传 都说贫贱劫实命 唯有读书掌本强 知识改变命运 说的也倒有道理 对 你看 大哥说完这些话之后 我就更理解你为什么喜欢医院 其实是舒缓心情的一种方式 那个杨大哥 我想给您创作上稍微提一点 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您刚才分享了几个您的作品 有的让我们跟您有一些的讨论 有一些我们就沉默了 然后我们是感动了 其实哪两个作品我们是得到的掌声 一个是您为我们菲尼莫署写的作品 另外一个呢 是您那个打油诗 恰恰这两个作品是您有感而发的 因为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在路上 一定有很多感动 我相信那些您真是有感而发的那些创作 未来不管是您自己还是给身边的人 都是能够打动人的 嗯 好 谢谢 谢谢 好吧 各位企业家 我们的这位求职者杨国杰 他呢 是一位司机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呢 他想找一份从基层干起的 司机也可以 但是最好和音乐和娱乐相关 是吧 对对对 那么在第一环节到这里 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刚才我们杨师傅的表现 来综合做出选择 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抱歉 杨师傅 这个第一环节 12盏灯都红了 开车其实有时候不太喜欢看见红 愿意看见绿 因为一路畅通 12盏红灯 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 珍惜现在的工作 也希望您在您的爱好上 能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 好吗 嗯 好的 好 谢谢您 感谢您来到菲尼莫署 谢谢 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今天如果能够多他们的不认可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不过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也是有一点的收获的 能够知道自己怎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确实谢谢 谢谢各位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 exam 爷们 我们下 предлож circle 带 们 然后 我们下 看 我